所以面積不大都問題不大 只是說一旦你取得了這樣一個田地 這樣一個面積 你取得農民這樣一個資格跟身份 開始下去做 然後你想做什麼 現在租的話 這邊農民是願意常租嗎 是怎麼做打算 其實現在農民 我給你一個建議 其實你可能不要考慮這個事情 不要直接跟他租嗎 因為你租不到 跟200甲 你在不認識你 現在因為200甲本來就是一個提供土地的管道 我是建議可以透過200甲 那如果現在你想說明年就可以進來 那就趕快問他能不能播一些出來 那能播多少其實我現在也沒有把握 那稻米看你要做 稻米現在兩種方法 一種是做預售 預售你會先拿到錢 另外一種是收成之後再銷售 那就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看你自己的現金需求 還有你要去傳達的那個意義 如果你要先收錢 勢必你要不要花心思 沒辦法不然誰會先給你錢 是啊 你總是要鋪成一個故事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鋪成很累 不需要 就弄成到最後 就放在菜箱裡面送出去 那這樣你就不需要考慮這個事情 所以他等於就是一個自產自銷的農夫 他給你一個稻米是你自己生產的 其他蔬菜可能是別人的 假設一開始是這樣 那他等於就給你一個自我表述的基礎 隨便你要怎麼說 這故事是你自己講的 有一個舞台可以去說 既然我要做一個農夫 那顯然我就是要考量自重自銷的勞力 還有我的生活品質 還有我實際收入的需求 所以這個其實都已經是可以計算了 真的不用擔心說會日子很難過 不會 對 鄉下的生活開銷很節省 就怕你沒辦法忍受曬太陽 在天裡待不下去 覺得這個很無聊 為什麼人家都在白天在泡妞 晚上在夜店 你都不能去 那就是另外一種事情 不然的話其實 我覺得經濟上面 只要你能夠好好把它賣出去 一個合理的價錢 日子都能過的 而且我認為絕對不輸上班 只是差你保險要自己付 你沒有三節獎金 你沒有什麼價值 你自己要想辦法 退休金你自己去存 那就差這樣 要不然 種稻米 現在這種行情 以我們 感覺上這個市場消費者對這種 他們叫做 有一個叫什麼 自我認證 也有人叫做公正 日本人他就給了一個名字很好玩 不知道叫什麼 其實大家大同小一點 每一個市場都一樣 都是有那種有認證跟沒有認證 我覺得都相當過得去 沒有很大問題 你看進來很少跑出去就知道了 表示這一行是可以幹的 只是你要怎麼幹 然後有沒有辦法幹出自己的特色 然後達到自己比較理想的部分 那就是八仙過海 在你的股東的參與的部分 我也沒有擴張 因為那個很累 他們的參與性是 需要持續一直被鼓勵還是 當然要啊 他可能來過一年 他第二年 我去過了 他會不會就那個 動力就減低 當然會啊 不然你問隔壁這些人 他怎麼說 我不是股東 可是你算是股友 那你怎麼再去鼓勵他們的參與 或者是他 其實沒有必要啊 他會不會也變成 只是想要買米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可是沒有問題啊 可是沒有問題啊 他的線沒有斷掉啊 那 因為其實所有人做事情 這個都一樣的啦 就是說 我也有這種 太過理想性的問題 理想性格的問題 所以就會希望說 這個東西都 你手上 比如說一般學生 最好平均是99分 每個都第一名 今天你當第一名 會不會改成他換第一名 我怎麼認真教你 怎麼可以考那個 不及格給我看 就是有人不及格啊 那死都不念書啊 他還是很感謝這個老師啊 哇 愛之深則之切 可是我就是數學不及格 沒辦法 你只要一上課就睡覺 下課才說 啊老師 哇你好棒 我很喜歡你 你怎麼辦 他就是 他就覺得 你這樣做我很放心啊 那你講什麼他就睡著了 可是他有沒有意義啊 他鈔票是很大的意義啊 對啊 所以共同購買 主婦聯盟合作社 其實在日本他也是這樣講的 最底層的消費者 就是提供鈔票 參與啊 購買 跟選舉一樣嘛 不管你支持藍支持率支持誰 支持那個總統這個總統 絕大多數的選票 都是Kimoji啊 欸啊哇這個EGFA很好 啊這個EGFA會死人 哪一個知道EGFA 來出來講講看 每一個都不太清楚 哇哇哇 剛剛齁 這個這個比較好啦 啊這個不行不行 那個不行 絕大多數的群眾跟選票 都是盲目的 他只是感覺不錯 啊就投了 那他覺得相信你 他就買你的米 不只買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一直買 你說啊你數值很低 你在這邊十年都不能畢業 那你不要買了 這個也很荒謬啊 我就喜歡啊 我就吃得不錯啊 我小孩之後從小吃到大 我孫子喜歡給他吃 幹嘛我不懂就不能吃啊 他只要沒有誤解你的用意 你沒有對你的稻米品質產生那種不滿 就給他買啊 因為你並不是要搞一個戰鬥部隊 如果你這樣弄一個戰鬥部隊 那這個就不能要 這個要丟掉 這些人 你今天如果要是衝鋒陷陣 要搶攤上戰場 那這種搞不清楚狀況 東西難得不清楚的 就要丟掉 我覺得可能可以去別人 是啊那你今天是要搞什麼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理想性的要實踐的 可能就是要找那個參與性 還有他的熱誠比較高的 我讓你看看股東俱樂部的狀況 股東俱樂部事實上也就是這樣 一定是絕大多數的人就是吃安心的 慢慢有一些人變成 會欣賞這個東西的滋味 美味 他被這個東西留下來 這稍微少一點 假設是這樣 那初期的時候 再往裡面走 有一些人就是吃里唸的 哇 他輕鬆做這個 真的太有價值了 我就支持他 哇難得沒有看過這種農夫 啊好 那最後一個 哇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希望能夠陪他一起種田 有一天我也要下來種田 好來就這四層了 嗯 最裡面這一層 我看 我看 3% 以內 外面這一個 你唸的 10% 到20% 還有 吃好吃的 可能就 加種起來 可能就到了差不多 五六十 最後面這些 啊你這好像 比較安心啦 就齁 這外面的東西都不會買你 好啊就這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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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時間過了嘛 到現在十年 最裡面這一層3%了 跑去跑去哪裡 差不多都在種田 差不多都在種田啊 是啊 南澳阿聰 他是我的 第一年開始的股東啊 連洋溫泉都變成 變成在種田啊 那有一個住在大洲對面的那個 看起來不像會種田的股東 他從台北 他參加股東之後 才幫他移來 到最後搬到宜蘭之後 兩年前 居然隔壁的田他也開始種了 然後自己也在賣米 然後跟我們這邊 因為比較遠 也沒有特別往來 像這樣的Case 多還是少 你也不知道 但是 這些人走了之後 後面還是會有人 還是會有一批人補上 他要種田 甚至也不見得像股東 如果是你就不是股東 但是你可能是因為股東的朋友 但是 這樣才也是一個 不一定要參加 定米才有關係嘛 最主要 理念的認同 跟那個 其實是類似的嘛 有些人都沒有煮飯 你幹嘛 還有他自己家裡就有啊 所以 勢必這整個四層的結構 這一個重新圓的狀態 一直都是流動 一直都在流動 有些人會從第四跑到第三 第三跑到第二 然後到最後他發現 第一這很艱難 他就回到第三 然後第四 然後他小孩子多了 他就會在這邊 然後他小孩子已經去當兵 去工作 可能又這樣 他就是始終就是一個 不斷流動變化的狀態 那如果你要做運動的話 其實是可以操作 兩百甲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一個進化版的股東俱樂部 他完全都 他要裡面這一塊 會種田的 會下來種田的 然後 理念支持的 可能有一些 但是他玩的非常道地 是因為 如果沒有 沒有從這邊分到田地 就不能算兩百甲 所以基本上他要了那個三趴 那股東俱樂部 我沒有這樣做 我是 這百分之一百我都拿在手上 因為 對我來說 我就只要做這些 因為這樣 不要有餘裕 而且 我的條件就只能這樣 但是你可以去掉做外面這個 剩下三圈 去掉外面兩個 剩兩圈 兩百甲就是剩下一圈 可是 他是 一種進化版的股東俱樂部 還有另外一種的 南澳自然田 他基本上 我看他大概到哪裡 他應該是 裡面兩圈而已 有理念的 要種田 但是他這一圈其實不大 很小 那可能是長期留在那邊的資工 那 外面這裡有一圈 就是所謂的理念支持 但是不見得一定要勿農 他就棄作農戶 就 其實也是預約定購戶 然後他就可能 拆養你要來插啦 拆股你要來曬啦 等等之類這些 那這些人就 基本上就是他整個結構 他 我不知道他後面外面還有沒有 如果說沒有再對外銷售的話 基本上這些棄作農戶 就吃掉全部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而且他有一個地方很 OK就是 他直接把股東俱樂部這個代耕農夫的精神 發展成為一個代耕制度 因為南澳自然田阿江他本身就是台灣的IT產業的代工現場的那個管理出身 所以他對系統架構非常清楚 所以他就 我昨天前兩天才看到他 聽到他的分享 他基本上 已經有四層了 四個部分的環節 七座業主 其實上就是消費者 也是我所謂的股東 然後進來之後 有一個好像 系統的聯繫 聯繫的這一層 那大概是他在扮演 然後後來還有 實際上代耕農夫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他有四層的人 所以他自己其實可以不用夏田 對 他不用他沒有田間 他不需要自己搬你的田間管理員的角色 田間管理員的角色 有一些田間老農夫是可以的 但是他也不是純粹買來賣你 他是把消費者 找來變成認購他的股東 七座農戶 而且幾乎 應該所有手續都 除了夏田那個部分之外 都能夠在 網路上面的 免費軟體 Google等等這些 當中就一切完成 所以你現在參加他的股東 跟參加我的股東不一樣 你要參加之後 你自己要記帳 我這裡沒有辦法讓你馬上看見 他今天訂了之後 2015年的一期到座 好接下來 到了幾個月 然後你開始領 領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再上去看 某某某賴輕鬆 預計有多少 幾年幾月幾號 訂了多少 剩了多少 剩了多少 這樣 全部都出來 非常商業化 這時候他很容易取信消費者 所以不認識 也沒很大關係 但是他會成長快速 所以 阿江的自然田要的就是快速 因為他希望趕快推動 自然農房的水稻生產 快速擴散 代工也是要求數量 代工不是品牌 品牌不一定很大量 但是你如果要代工 代工就是要量 沒有量賺不到錢 所以 他 等於就是 股東俱樂部如果是1.0 現在已經有2.0 2.1 類似像這樣 人家都在這個東西上面 去做他的強項的 那種連進 就是以前還有另外一個 大屯西股東會 其實之前還有幾個 但是他們就 非生產取向 他不會擴張 他就是教育取向 比較像香港的長春社 如果概念上來說是這樣 所以香港 香港的長春社 其實也算是股東的一個分身 但是他們就是走 他的面積都非常小 產量也不多多 但是你就會吸引一些都市消費者來 一次一 是多少港幣啊 哇真的很嚇人耶 一千塊港幣參加一次 分沒有多少米 一點點而已 但是你可以去幾次 可以下田 可以看到鳥 然後可以弄東西 可以有一些體驗 等於就是買分期入場券 就是教育概念 那時候大屯西也是類似 可以有自然建築體驗活動 可以有這個 夏田插秧 然後有除草 然後這邊順便有公餐點 你這樣算一算 嗯好像划算還不錯 好地面 但是他家根本沒有在開火 無所謂 反正你們看到沒有跟人家說 啊這是我種來送給你 我家裡不足 反正就沒吃飯 對啊 那這樣他就 這樣子你已經看到 很多種可能 所以 如果剛才我說的 這一圈兩圈 三圈四圈的同心園 甚至還有第五圈也不一定啊 因為你如果有才看到才有嘛 現在我們我所知的大概 初分之下我想到的就是這些 那 如果你自己這樣做 肯定還會有不同的 對啊 我為什麼特別關注這個 就是我自己在賣產 我覺得有些 這之前 之前秀之姐有在講什麼 節富濟貧 差別取價 而且我還不是那麼認同 那我現在漸漸又覺得 可能也有這個必要 因為 我自己觀察 像我們比較年輕 不是在農村 是就上班的人 他如果真的要去支持這樣的農業 還有買這樣的產品 他的壓力真的很大 嗯 我覺得 我覺得很可憐 他們都是買給小孩吃 我的同學 以前都對這個完全不關心 我在講的時候 次之以比 現在生了小孩之後 整個180度 可是他壓力很大 他想跟我訂 可是他又 偶爾才能訂一次 他訂了之後 他覺得實在太貴了 他負擔不起的 對 那這很可惜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最需要的人 就包括他 他也要顧好他自己的身體 那是可能顧上面 又顧下面的人 可是 不是 在香港也是啊 就很多香港人朋友 他也是說 他們香港人買 那是買給小孩跟長輩吃 對 補兜也是啊 沒關係啊 自己就沒關係 撐得住 撐 香港人就會撐 最可憐的就是 中間那一層的人 自己都捨不得 對 我覺得 那後來我就 差別取家 或許有這個必要 就是在 年輕的上班族 他們沒有那麼 大的經濟能力 其實有一些 比較年長的 他們經濟能力 太好了 根本不把這個當一回事 然後你算他便宜 他也沒感覺啊 他沒感覺 他也不感謝你 他也不覺得怎麼樣 要排富 他應該的 他覺得應該的 他繼續挑剔你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他就是這麼挑才 不怎麼有錢 對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或許有些東西 是差別取家 是必要的 就是那麼好的東西 我們這裡有人做啊 對 另外一個女生 欸 茶啦 茶葉的 茶葉的茶 對 你知道在大湖這邊 其實他剛開始要種田 他的江湖名稱就是茶 所以來這邊要取一個江湖名 小流 這是阿妹 慘了吧 豆漿 豆漿 豆漿啊 我叫永和 可以 說得通 OK 對啊 他剛開始的時候其實 要到宜蘭來種田 也朋友介紹來過我這邊 可是當時 我不是很清楚他的狀況 就初步跟他說了一下 我覺得還是要三思 那時候我基本上還是比較 因為每個人大家的狀況我不一樣 不一定嘛 我就講了比較多 可能面對的問題 所以當時也沒有很積極去push 我覺得這個要把醜話說清楚比較好一點 所以後來他大概就自己獨立做 但是後來我覺得他真的做的算是蠻不錯 我再看到他 他已經做了三年 他自己找土地 然後後來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他還不錯 我就把這邊兩塊七分地也讓他做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要決定要釋出了 他應該是第一個承接我釋出土地的農夫 小農 他就是差別取價 因為他在台北就非常關心社會運動 他基本上也沒有小孩嘛 那他辭掉開北的工作在這邊 他就是應該是自由心證了 就是你年收入多少 那以上 我們有這個價錢 那如果你覺得比較 不是很OK 所以要自由心證 那不然你叫他寄稅單來嗎 哈哈哈 報價的時候會問說你年收入多少 他會他是不是 你可以上他網站去看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 就是 但最主要還是你自己決定你收入錢好不好 你收入多少錢買不買得起 他旗幟鮮明啊 如果你很有錢你還 你也 刻意隱瞞 那也沒話講啊 那你自己覺得很窮 那有可能就是 你心裡貧窮也是這種窮啊 哈哈哈 啊所以 其實每一種想法其實都有人想 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自由啊 這就是 當農夫的自由啊 我田地 啊怎麼種我怎麼種 我只要不要被地主 地主趕走 對 啊怎麼賣 怎麼賣 全事全都在我手上啊 你再有錢 不想賣你 哈哈哈 是啊 那有沒有很大 是啊 我就 你來買 我就沒東西 你家層 啊對不起我沒賣完 哎 那你們是很爽嗎 對啊 對啊 也有他買不到的東西啊 是啊 那所以其實就是 這是自由啊 對啊 那 各種方式都是 可能的 因為都有人在嘗試了 對啊 啊如果你喜歡 你大可繼續 繼續幹 其實我們種 最主要還是為了自己啊 就是我有在種 我就有東西嘛 至少我不會缺貨嘛 那 朋友分享 啊又可以換成錢 很好啊 這就是一種正向的循環 不像有一些頂什麼東西的 他賣了油啊 這是不吃啊 那是沒有沒有 就黑心生意會賺大錢 啊可是 我們這良心生意 就是大家好啊 嗯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 你後面如果你前面的東西確定 後面後面其實簡單 你再怎麼想 都 不嫌多 啊再怎麼想 也都 沒有什麼用 因為 很快就會改變 因為你就會在實際 下水 室溫之後 你就會發現 啊原來這個不太好 啊原來這個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不錯 那是啟動以後的事情 你不要想 電腦到還沒有開機 就說啊我這個桌布要貼什麼 這個 比較沒有 不是很大的關鍵啊 你如果開了 接下來 再選嘛 嗯 所以後面這個是 因為很多人都做了 所以 多多少少一定都會有訊息 依然 在雷米有人種 而且品種 可能也都有 有機可循 那然後也有人會拿來做 米苔木 或什麼東西 啊然後這一些糯米 也是OK 可以有人做 所以 都有第一手的經驗值 可以打聽 那就問題不大 嗯 對 所以接下來可能就是 一個是鐵 一個是烏 到處住哪裡 人住哪裡 就這種問題 你是整個要搬過來嗎 還是只是 欸還是花蓮有住 這邊是 往返 那你就